好 來看到杭中亞運呢 在23號開幕了 那麼我們的最大選手團 在21號從桃園機場來出發 所有的好手 我們在這一屆呢 也希望能夠有好成績 在這一屆呢 我們總共派了有超過500位的運動員 參加了33個運動種類的賽事 在體育署的部分 希望能夠突破10斤 上一屆的印尼雅加達 締造了17斤 190 31桶 這是隊上的4次加成績 那麼希望這次 能夠有更好的成績出現 再看到呢 擔任的是開幕長齊官 那麼中華代表隊友 是在第36順位來進場 那台灣的隊王王旺宏 他是世錦賽200碟 尤金的決賽 也成為台灣第一人 另外呢 還有看到跆拳道的田姐羅家林 那麼其實呢 大家可以看到 他在東京奧運的時候 首賽奪童 這一次呢 爭賽57公斤級的賽事 也希望呢 這些中華好手 這些小將們 都能夠有更好的成績 那麼在我們可以看到 在今天包含了 像是女子的 在21號啦 昨天 女子拳擊好手黃曉雯 還有剛剛我們提到的 台灣蝶王王萬宏等等 他們就是整裝待發 就希望這次呢 能夠把金牌給帶回台灣 選手們大包小包帶著行李 也帶著緊張的心情 杭州亞運代表隊 這次由游泳隊 拳擊隊 電競 網球等選手領軍 到專屬的報道櫃台報道 從桃園機場出發 拳擊女將陳彥晴 黃曉雯 陸續抵達現場 陳彥晴坦言首次參加亞運 相當亢奮 而本次肩負首要奪牌重任 有著台灣蝶王封號的王冠宏 今年八月 世大運以0.03秒之差 五元金牌 但這次杭州亞運的目標 也非常明確 這次目標就是 200公尺碟是可以拿牌 今年成都世大運200混合式 摘下銀牌的游泳選手 王兴浩 同樣也利品奪牌 自己的期許就是 奧運A標 就比較希望 就是可以當明年的 參賽成績 另外在亞運多次奪牌的 網球好手 詹佳姐妹 同樣也帶著 要為台灣奪下獎牌的心 前進杭州亞運 也是很榮幸 能夠為中華隊 然後達到第五次的亞運 當然也是希望 自己能夠盡最大的能力 然後再為中華隊 再奪更多的獎牌 群眾們也陸陸續續 出發大陸杭州備戰 將展現最好實力 為台灣奪下獎牌 記者劉志展李廷熙 桃園採訪報導 好 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那麼延期一年 才舉辦的杭州亞運 現在已經是 馬上就要登場了 中華代表隊在2018 我們來看一下 在2018剛剛提到 拿下了17金 19銀31銅 總共有67面的金牌 這是僅次於在1998年的曼谷亞運 事實上第二家的紀錄 那麼同時呢 也是累積了在亞運的部分 99面金牌 所以這100金意義非凡 誰能夠幫我們奪下100金 大家也關注 那麼馬上在23號登場的杭州亞運 在這一回總共我們有 520一名的選手來參加 總統蔡英文呢 這一回也親自來到國訓中心 參加壽旗典禮 還頒發了嘉菜金 希望能夠摘金奪冠 那我們可以看到當中許多的亮點 好 包含了就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三度參加亞運的局中女神 郭信淳 好 當然呢 他也到現場 好 來為大家來加油 那麼還有誰呢 林楊佩 好 王岐霖就說了 自從東奧奪金之後 對很多比賽都很期待 但是呢 也不給自己太大的射線 一步一步來 盡力突破 不管什麼樣的籤表來了 拼就對了 好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 還有呢 像是在 在這個提高選手李志凱 以及在這個羽球好手 小戴戴茲穎 那麼現在呢 大家也對於是 他們能夠拿下好成績呢 也是大家都是眾所期待的 另外還有可以看到 在彭曉恩的部分 在這個黃曉雯的部分 是不是也被最看好 其實好多的選手 大家都對他們很有信心 像是在台灣武術的好手 孫家鴻 那麼他在成都市大運呢 是勇奪了一金一銀 所以這一次 他也成了一個亞運的定心丸 他帶著信心 希望呢 他的目標就是瞄準亞運的金牌 那可以看到呢 現在還有呢 像是在要力拼金牌連莊的部分 是湯志軍跟魏君恒 還有雷千瑩跟彭佳帽 這個女團要來對抗南韓的團體 那麼在這個第一個登場 是男子的柔道60公斤級的賽事 在9月24號就會來登場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杭州的第一個獎牌日 所以呢 希望能夠鍍金拿下金牌 同時呢在這一天 也就是他的生日 那麼他也非常的希望有好成績 在倒數計時 每個賽事還有選手 大家都關注 但是其實在運動發展的歷史 大不相同 所以大部分的項目你可以看到 好像呢都還是男性主導 或是女性壟斷 不過今年在這個亞運的部分 杭州亞運水上芭蕾 水上芭蕾 水上芭蕾大家過去認為都是 都是這個女選手啊 不過這一次特別首次容納男性 來參賽也成為兩點 充滿張力的表情動作 結合立月美在水中展現 優美姿態 現年21歲的時候 也是史上首位贏得水上芭蕾 世界冠軍的水男孩 隨著時代背景不同 水上芭蕾項目 不再只有女性壟斷 我要練到他們都退役 所有 叔叔們都退役 展現自信笑容 當年年僅15歲的沈浩宇 打區談到自己目標 他從4歲開始接觸游泳 9歲進入業餘學校 12歲開始職業訓練 沈浩宇以努力兌現天賦 成為第一位 亮相世景賽的大陸滑游選手 而在他的夢想道路上 當然也少不了與生俱來天賦 其他選手得花兩年 學會的道理動作 短短一個星期內 是浩宇加薪就熟 而且他還有一項利器 就是他的雙腿 特別喜歡他的 欣賞他的就是一雙腿 因為畫樣游泳的話 肯定就是靠腿來講話的 然後他的雙腿的天生的條件 綁出來 就有的時候會比女孩子 還要好一些 腿卻青澀的 沈浩宇現在無論是技術水平 體能還是藝術表現力 都已經更加純熟 面對未來願景 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超越自己 而在今年杭州亞運 也是該項目首次容納男性參賽 今年會上也期待他和隊友 再次大方一彩 膽角懸在半空中 展現超強臂力 以及精壯肌肉線條 年近16歲 來自日本的安樂中都 被稱為攀岩界神通級選手 今年首次參加國際成人賽 6月在奧地利贏得豹石賽金牌 7月在法國奪得難度賽冠軍 戴上世界杯兩斤 安樂中都同樣是 今年杭州亞運會上 其中一位金牌熱門 武器佩戴裝備 安樂中都臂展比身高長出15公分 在攀岩場上好比蜘蛛人 極其靈活 安樂中都擅長難度賽 以及豹石賽 小小年紀就已經是 世界級運動攀岩選手 而換上制服還是高中生的他 和青少年一樣 最愛吃的是炸雞 不愛吃蔬菜 對於今年杭州亞運 安樂中都期許 未來可以透過參加奧運 取得好成績 讓世界更認識攀岩這項運動 讓攀岩世界更加精彩 接著綜合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美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口 第三條 讓你再試試打 你再試試打